2010年10月1号 巴南人民广播电台 全乡之声 从2010到2011 一年间的风雨同行 一年间的真情不变 FM100.3 104.5 巴南电台全乡之声 一周年生日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栋梁 请大家开车注意安全 不要超速行车哦 哈喽所有重庆巴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胡夏 想关注我的最新消息 关注我的音乐 请您持续锁定频率 FM104.5 巴南电台全乡之声 音乐随身听 全面升级啦 小波带你玩转音乐 新享受 第一拍 新的开始 新的音乐 天天让你享受音乐滋味 乐不停 第二拍 梦的篇章 祝福唱语 点歌 分享喜悦 通通音乐 集装箱 让你感受音乐祝福 随身听 还在等什么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 16点30分 至17点30分 重庆地区 两个频率同时发声 FM104.5 FM100.3 小波与你一起 随身听音乐 用心享受 好听的音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小波为您带来的 音乐随身听 大家好 我是荣中二将 公元21世纪 流行乐坛 风雨突起 各路门派群雄并逼 摩拳擦掌 一遇逐鹿中原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 流行音乐大战 一触即发 音乐随身听 我们的新兴目击 让音乐之战 愈演愈烈 OK 时间来到了 北京时间的17点06分 你现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4.5 G100.3 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 来自重庆巴南电台 音乐随身听 我是小波 只要不信过来 这就不是梦 请看着我 请拥抱我 体温别流走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要做 请天空给我 请天空给我 请时间给我 再多一点停留 成为一道彩虹 遇过了就该闪亮 整片天空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没有错 这首歌呢 就是曾经红遍了 大街小巷的经典花语的流行歌曲 彩虹 那在今天呢 马上要请出我们今天的音乐大来宾 彩虹的原主唱 同样也是在花语乐坛当中 拥有南版张惠妹之称的张欣杰 哈喽 欣杰 哈喽 小波哥 你好 还有重庆巴南电台 音乐随身听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歌手张欣杰 哇 在这里还是要 郑重地欢迎一下欣杰 我刚刚讲到你是南版的张惠妹 你在意别人这样叫你吗 我其实有一点承担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张惠妹真的是 我们心目中的神啊 也没有什么啦 你知道别人叫我是 内地版的古天乐 这次你新专辑呢 叫做打开心结 是让歌迷朋友等了有九年的时间 这九年的时间 你都在忙些什么呢 其实这九年 其实都在等待一个 就是在唱歌的机会 那因为我从十四岁开始 就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 然后也很幸运地 得到制作人的青睐 得到唱彩虹的机会 所以发表了采用这首歌的单曲 那这首歌呢 当时是在台湾一个联系剧 迷洋四海的主题曲 但没想到 大家都以为 这首歌是我的偶像 动力火车唱的 那当就是之后呢 我去当兵了 那退伍之后 也找了一个正职的工作 但我实在是 那时太爱唱歌了 所以就跑到 Pub里面演唱 可是Pub的工作 时常时间不太稳定 日夜叮倒 然后我只要把 白天的工作辞掉 然后找了一些 奸差来做 然后继续地 再往就是唱歌 这一条路继续前进 对 刚刚你也讲到 是参加过一些比赛 但是我觉得大家 可能更多地认识到 你是通过这个 台湾的一个歌唱比赛 叫做超级星光大道 对吧 对 那个时候你是获得了 非常不错的成绩 我在想你当初 是怎么想到 去参加这样一个比赛的呢 会不会就是为了想 让大家更多地 能认识到你 还是说 想通过这个比赛 然后签到公司 然后发自己的一张唱片 其实你讲的都有 都有对 都有到位就对 可是那时候就想说 自己还年轻 都有想放弃的这样子 因为毕竟就是 因为前就是 差不多有 差不多六年的时间 就是一直没有 发到自己的作品这样 那可是又觉得 突然都努力了这么久 那突然放弃的话 会还是觉得蛮 还蛮放不下气的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那就继续想说 刚好退伍完毕 那就朋友啊 家人都还蛮支持我的这样子 然后就再重新 再报名星光大道 然后再重新开始 这样子 然后一直比到了2008年吧 还有9年 然后就就签了 就是我的 现在的那个唱片公司 叫百代音乐 然后专辑打开心结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 应该还是要感谢一下 你还好你没有放弃音乐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机会 认识到和听到这么好的声音 嗯 其实对啊 对 其实这一次能够 因为撑了9年了 那我觉得时间说不长 也不短了 对 那能够这9年呢 去发了这张个人的 首张专辑打开心结 那我觉得 过去这9年的苦辛苦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这样 新专辑的名字 为什么要叫做打开心结呢 因为我觉得 因为首先这个名字 跟我的心那个有点类似 对 江心结 对吧 希望呢 因为主要我这张专辑 主要还是在讲就是情歌 情歌为主軸 还有就是比较疗伤性的歌曲 嗯 希望呢 就是每个人听了我的歌曲 然后可以帮人家疗伤 嗯 可以就是打开每个心中的 那个心中的亲亲结这样子 然后可以 不要一直在沉溺在那些 痛苦与挣扎的爱情里面 然后可以重新的出发 对 去寻找就是 每个人的就是幸福的恋情 我有注意到就是在你参加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 陶字姐是给你起过一个外号叫叫你曼哥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叫你呢 因为我觉得因为本身我那时候 我的年纪啦 嗯 跟我的那个长相就有一点 大家都觉得 明明的实际年龄超才 嗯 18 19岁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哦 我什么好像已经38岁这样 然后而且唱的那时候在比赛唱的歌也比较 比较成熟一些 嗯 也比较沧桑 然后我的声音呢 也比较就是沙哑啦 然后带沧桑这样 所以那个陶字姐呢 就帮我取了man哥这个名字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陶字姐其实要在那边谢谢她 然后帮我取这么好的名字 那现在呢我的粉丝啊 连家人的朋友啦 都这样都叫man哥这样 对 而且你这个新专辑的封面 就有一个标语叫做 花语乐坛当中最man的男生 嗯 是是是 然后我一直在想哈 这个花语乐坛最man的男生张新杰 那心目当中的最beautiful的 最性感的女生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样子 哇 最性感的女生哦 对 哇 这个我好像比较不太小的 不太小的 呀 你知道重庆话耶 嗯 会吗 会啊 对 你刚才说的不太小的 就是重庆话 哦 这么尴尬就没有讲到 那这个你知道我也是有在关注 这个台湾的综艺节目 我有一次是看到你 在不同的时间上了同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呢 我发现你这两次是有完全不同 你知道哪里不同吗 哪里不同 就是你身材完全不同耶 哦 对 是不是最近有在做健身对吧 要发个人的专辑打开心结 那觉得就是要 因为九年过去 大家给的印象就是胖胖的 然后憨憨的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要发 竟然要发一个个人的专辑 那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一个 不一样全新的这个面向这样子 嗯 对 所以说在做艺人的同时 可能你的其他的生活会被束缚吗 嗯 其实也还好啦 还好 因为我觉得毕竟要 毕竟要那个拍专辑嘛 电视 然后要给人家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样子 嗯 那回归到你这张新专辑当中 是总共收录了十二首歌 其实也不算十二首是十一首 因为你有一首歌是彩虹2001 是28秒的宣传时间对吧 是是是 因为如果大家可以去仔细听啦 因为我们就是有刻意要放 这个两个版本 因为一个是14岁唱的2003年的版本 也就是2011年的版本 那如果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 就是2011年的版本 就是不会像以前这么的直冲 就是唱得很用力啦 比较年轻那种 比较那种直冲 直冲奋勇的那种感觉 那因为过了九年之后 我觉得毕竟也比两年的比赛了 那吸取到一些精华这样 都在这首 采用2011年的版本 如果大家可以仔细去听一下 就是情感的诠释啦 就会多了一些比较自由自在的感觉 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呢 有一首主打歌叫做 这个爱了就沉沦 最近我们电台也是滚动播出 而且这首歌是 今年一部非常火的韩剧 叫做妈妈发怒了的片尾曲 对吧 是的 是的 你是怎么用你的感觉 是用一种男人的角度 把这首情歌所演绎出来的呢 对 我是因为 因为这首歌在那边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毕竟 这是关于有爱情的故事 那就是那个男孩子呢 就是他的女朋友 然后就是跟人家跑了 出现了第三者这样子 这个男孩子呢 就是紧巴着不放这样 不放弃他的爱情 这样他明明就知道 已经他女朋友已经跟别人跑了 可是他就是不放弃 坚持他的就是他的选择 因为在这边也要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你有 谈到一段就是你觉得值得去这样做的一个 一个一段恋情 那大家就不要放弃啊 就是也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不要怕别人嘲笑你这样 就是坚持自己的爱情 因为自己的幸福 在自己在掌握自己的手中这样子 对 新专辑除了情歌之外 还有尝试别的曲风的歌曲吗 有 那就是主要 因为这张专辑主要也是为情歌为主 但是一些不同的风格的歌曲 有放在专辑里面 像有两首歌比较funk的 是寂寞便利店 跟还有人形立牌 有一首歌是比较小品的歌曲 叫做风还在吹 风还在吹 这些以往的歌曲 就是之前我在比赛的时候 比较少去尝试的歌 那那个制作人想说 新杰毕竟年轻还很轻 那带一点比较符合自己年纪的歌曲 呈现给大家 如果说在你逛街的时候 遇到了自己的这个人形立牌 你会和自己的人形立牌 合张颖吗之类的 应该首先会很开心 可是会偷偷地过去跟他照相一下 会偷偷地过去照相是吧 这个张兴杰在生活当中是腼腆的人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 但是你这个最man的男生 给人一种腼腆的感觉 你知道你这样会吸引很多女生 会吗 会的 你知道在我今天 就是敲定你这个通告之前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 他就说 哇你请了张兴杰 我爱死他了 然后这个真的真的 而且在今天节目开始 我节目是16点30开始嘛 16点30就有很多的听众 打进电话来说 要跟张兴杰聊一下 然后我就说 我们节目只开通了一同惹现 所以没有办法 很多人就发送这个短信平台 比如说现在短信平台 就是手机尾号是1573的朋友 他说小伯要告诉张兴杰 让他多注意身体 我们真的超爱他 我觉得因为最近 最近那个天气 也慢慢的转凉了 希望就是在 各位的听众朋友呢 还有就是小伯哥 也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身体这样子 好的 那你也要注意身体好了好吧 对 新杰最近是一直在忙通告宣传吗 对 然后除了忙了这个连线之外 就是在 在十月底 然后再会去内地 去宣传我的个人的首张专辑 打开新杰 那希望大家呢 就是可以到现场 帮新杰就是加油打气 在内地都有哪些城市呢 首先我们会先去成都 哇成都 离重庆很近呢 对 有去过成都吗之前 我没去过 可是他们讲说那边的麻辣锅 好像很好吃 超香 对 但是成都的麻辣锅 是从重庆这边传过去的 哇塞 那这样就是一定要去 对 感受一下 除了成都还有其他哪些城市呢 还有北京吧 是的 所以说和你聊了这么多 我感觉你是一个 可能在舞台上会很霸气的一个男人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想让你轻唱一小段彩虹好了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好不好 当然啦 当然好了 非常的乐意唱这首歌 那好 在这里我们就鼓励一下张兴杰 好 谢谢 开始吧 好 只要不醒过来 这就不是梦 心看着我 心拥抱我 体温别流动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要做 请天空给我 请时间给我 再多一点停留 身为一道彩虹 身为一道彩虹 雨过了就在 灿亮成片天空 让我深爱的你 感到光荣 身为一道彩虹 尽全力要 换你一段笑容 够冷 我爱你 不必远动 只要你懂 哇 这个声音就是来自花乐乐团当中最man的男生张兴杰 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呢 打开兴杰也是正在全国上市 如果大家对他喜欢的话 可以支持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所以张兴杰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呢 就是这张新专辑当中 据我了解是有一首歌是 小柯老师所为你这个作曲的对吧 是啊是啊 叫做出发 对在这边要非常呢 首先要非常感谢小柯老师 就是替我做了这个曲子 我本身也非常喜欢这个曲子 那这首歌呢 它在描述就是为情所困的恋人 如何走出就是情商 重新寻找下一段的幸福的旅程的心情 那主要这张个人 这个首张个人专辑打开心结呢 毕竟还是在讲就是感情啦 就是情歌为主軸 那大家呢听了这首歌 不就是希望呢 曾经受过的爱情的痛苦与挣扎呢 就是不要一直沉溺在那边 能够走出来 就是重新出发 去寻找下一段幸福的旅程这样子 算是疗伤系的歌曲吗 也算是疗伤性 对 然后要告诉大家呢 就是抛开你所有过去的烦恼与痛苦 然后重新的出发这样子 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张鑫杰是 现在也算是全方位的一个艺人 因为你在2010年也是出了一部电视剧 叫做回声 如果我在这里要给你出一个选择题 今天我要给你出的一个选择题就是 如果说唱歌拍广告或者是电视剧 让你选择的话 你更喜欢哪一个 唱歌吧 唱歌 因为毕竟也是让我们大家等了九年的时间 所以说唱歌是你最喜欢的一项事业 对吧 如果要在我重新再来一次来做一个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唱歌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张鑫杰 在除了歌唱事业 或者是戏剧事业 都可以发展的事事顺利好吧 就是你在拍那个回声的电视剧的时候 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拍那部剧的时候 其实我也开了眼界这样 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在拍那一部回声 那时候也到一个那个 我们那个到梨山 那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去 然后也很开心 然后最重点是那时候就是跟导演啊 那时候在一起排戏的时候 那时候导演而且还是那个赵哥 哇赵哥 赵正平 赵正平你们知道吗 知道知道 对他当导演 然后他又很凶样子 很凶 他真的是现场标赃化的那种吗 其实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讲 就是你们看到他的怎么样 你给他的感觉 就是他真实私底下就是那样子 哦就是不是装的那种人 对啊我觉得那个对 就是导演他那时候真的是很凶啊 对啊 那时候在拍那个戏的时候 而且最 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我还开了一个 就是开一台就是那种农用的车子这样 然后拍他们全部 然后再拍戏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很好玩这样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张新杰 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不断努力 无论是歌唱事业 还是这个戏剧事业 或者是广告等等 都可以让人记住张新杰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名字 时间来到了17点24分 我想最后能不能再为我们演唱一首歌 出发好了 用出发 然后带着张新杰的新专辑打开新杰 然后出发一个新的 全新的天地 好吧 OK 嗯 好 那我们可以再一次来鼓励一下 张新杰为大家现场所演绎的这首歌 出发 时间过了多久 应该忘了心痛 我想我会努力学会 不再流泪 你离开后的夜 剩下一片漆黑 我努力睁开双眼 却看不见 如果再见一面 只要一个笑脸 不要问我现在过得快不快乐 我出发到明天 沿途遗忘悲伤 为了你哭泪 为了你哭泣的脸 留在昨天 我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夏天 灿烂喧哗的记忆 十年总是亮得太清晰 一不小心 就会刺痛了我本意平静的心情 我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去想起 那些早该风平浪静的风景 要像你一样勇敢出发 在属于自己幸福的路上 当前行 哇 再一次感谢张欣杰 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了 好吧 OK 好 非常感谢 好的 世界来到17点26分 要为各位送上一首张欣杰的歌曲吧 叫做继续奔跑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很励志 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 继续奔跑 如果很想哭 那就哭吧 眼泪并不代表你不够坚强 好多梦想曾经 飞在高高天上 为什么落在陌生的地方 我多想给你一个肩膀 让你把所有重量都轻轻放下 曾经那么拼命 就算遍体鳞伤 那一天才能把幸福得到 每一次跌倒了 爬起来继续奔跑 寻找自己心中的骄傲 失败的挫折也可以是力量 再大的风云我都能飞翔 让我们跌倒了 让我们跌倒了 爬起来继续奔跑 回到梦想开始的城堡 再不冒的突然发芽的希望 有我们坚持 有我们坚持微笑的模样 我多想给你一个肩膀 让你把所有重量都轻轻放下 曾经那么拼命 就算遍体力上 却还是渴望把幸福得到 每一次你也跑了 爬起来继续奔跑 这首歌来自张欣杰 花乐团最man的男生 17点29分 正在为您直播 重庆巴南电台音乐 随身听我是小博 非常感谢各位 一个小时的陪伴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LEDs 继续奖 继续奔跑